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关心癌症这样的一个课题 今天郑医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是 无痛的肝癌治疗力气 直指治疗 到底什么是直指治疗呢 马上请出郑任佑医师 有请 那早安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有 好 那早安我是来自台湾高雄的郑任佑医师 那很开心今天能用一个周末的早晨 跟大家分享一下直指治疗 然后还有这个武器在肝脏治疗上的利用 那我个人是毕业于台湾的国立阳明教堂大学 那毕业之后就在厂根工作 那目前是担任放射肿瘤科的独自医师 那我们要谈到直指治疗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先提提放射治疗 因为直指治疗其实是放射治疗的其中一种方式 那放射治疗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先谈谈这个课题 那我们癌症治疗呢 其实有三个非常主要的治疗的方式 一个是手术 一个是放射治疗 那第三个是系统性的药物治疗 像我们平常常听到的化学治疗 标靶治疗 甚至免疫治疗 都是属于系统性药物治疗的范畴 那这三个武器其实各有它的优缺点 那我们就从手术来出发 手术是个很直接的 可以治疗癌症的方法 它很直观 因为我们如果某个地方有病灶 我就把它切除 然后这个病灶就移除了 所以手术一直从自古到现在 都是我们治疗癌症 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 那不过这个手术呢 其实是有它的限制 首先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方式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接受手术 第一个你的身体必须要 足以接受麻醉 并且负担手术切除的这个过程 再来手术切除必须要 牺牲掉部分的组织 或是甚至部分的器官 那这个就起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 如果疾病很局部 只在某个范围 我们把它那个地方的组织切除 或是那个器官摘除 就可以解决病灶 那我们就会这么做 但常常这个 比如说肿瘤侵犯的范围太广 或是它吃到有一些位置 是我们没办法割舍的 那手术治疗就会受到它的限制 那以图上这个 我很喜欢举这个植物当例子 就是像上面这个是戒壳虫 是植物很常见的一个害虫 如果它只在某个质干 我们常常就把那块切除 像用这个植物碱把那块切除 那我们就解决了 但有时候它吃饭到 侵犯到这个比较根部的地方 有可能我们没办法这么顺利的把整个枝条都切除 因为你切除太多 植物也会枯萎 那这个时候手术就会受到限制 那第二个我们来提提最右边的这个系统性的药物 药物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概念 药物就像农药一样 我们把它打进身体或吃进身体 那这个药物呢 就会跟着血液在我们全身做循环 那它的好处优势在于 它的防守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一旦它有药 它有效 那因为它会跑到我们全身 所以整个全身不只是你看得到的病灶 甚至有些潜在的 在那边蠢蠢欲动的 可能像癌症的种子一般 在我们身体乱跑的小的病灶 也有可能可以控制下来 但这个药物有两个很大的缺点 第一个是因为它不像手术 是直接把我们的病灶移除 所以它会有成功率 或是抗药性的问题 有可能这个肿瘤有效 但是换一个肿瘤 它治疗你没效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换药 又或者这个肿瘤 因为肿瘤像一个社群一样 它不是只有一个细胞 它是一大群细胞 有可能我们遇到一个肿瘤 80%的肿瘤对药物有效 但20%却没效 那我们就会看到肿瘤先是缩小 然后最后又有一群 没有全部死亡 然后最后它又长大 我们可能会生它为抗药性之类的 那所以它的成功率 就没有像手术这么高 那系统性药物治疗的 第二个局限的地方 在于它的副作用 因为药物进来 它并不是只有影响到 我们的肿瘤细胞 它也会影响到 我们身体其他正常的组织 所以它就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有些人会掉头发 身体很虚弱 会摆血球很低等等 那第三个我们要提的是 今天的主角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呢 大家可以想象成 它有点像是阳光 我们太阳光的指外线 其实就是放射线 它无色无味 那它的优 它其实是局部治疗的一个环节 它的优势在于 它可以穿透人体 所以我们不需要麻醉 不需要开膛剖腹 那这个放射线就可以 抵到我们肿瘤的位置 那相对于手术 它的治疗 没有像手术那么强势 是说把肿瘤拔阻 就100%成功 那根据不同癌症 也有不一样的成功率 但它有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在于我们身体上 不同的组织 对于放射线的反应 是不一样的 有些组织会怕放射线 但有些组织对放射线 是耐缩度非常高的 那我们就举肝脏为例子 肝脏细胞 或是肝脏的肿瘤 会怕放射线 但是肝脏的血管 就不会怕放射线 所以当今天如果有一个肿瘤 它侵犯到肝脏的血管 有可能手术很难把它切除 那这时候我用放射线去治疗 就有机会既不伤害到血管 又可以把里面的肿瘤给切除 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多 手术不能处理的问题 那所以目前在临床上 其实我们常常是三种武器 会搭配胶替的去使用 那期望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那讲到放射线 大家就会问说放射线无色无味 那它打到肿瘤 为什么肿瘤就会被杀死 或是被控制下来呢 那我们放射线其实 它主要的基准是 它会去破坏肿瘤的DNA 那就会影响肿瘤的分裂或是复制 因为DNA是我们细胞要分裂复制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料 那所以我们放射线去打肿瘤 就有点像是把这个肿瘤 阉割掉一样 它如果治疗成功 它就没办法分裂 没办法生它的小孩 所以当这个肿瘤 没办法复制它的后代 那我们的肿瘤 本身是有它的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的 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 它长不出新的 旧的慢慢的老化 那肿瘤就会慢慢的缩小或是消失 那当然也有部分的肿瘤 它放射线治疗之后 它没办法反你后代 但它自己本身长生不死 那你就会看到一颗肿瘤 定在那儿 它不长大也不缩小 但好几年就停在那里 那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直指治疗 到底什么是直指呢 直指就要 这就要回到我们小时候 或是中学学的物理 直指其实是我们原子核里面 一个带正电的一个基本的例子 它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氢气加一个正电 h加 那这个例子为什么很重要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图表 那纵轴是相对的计量 我们有几%几% 那横轴呢 是我们放射线 记录到体表的深度 那传统的放射线的特性 会像这条黄色的线一样 我们传统的放射线 你如果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它一进入我们的体表 大概零点多公分 就会打到它放射线的巅峰 然后它就会慢慢的衰退 衰退衰退 然后一直到穿过我们的身体 那这个特性非常的有趣 就是我们很容易可以把放射线 打到我们肿需要的深度 因为我们的肿瘤 常常不在我们的体表 常常会在身体里面 可能10到25公分的这个范围 那但是传统的放射线 这样子会有个问题 就是为了达到肿瘤的深度 我在达到肿瘤之前 其实有很多剂量 是浪费在不是肿瘤的位置 然后我们击中肿瘤之后 又有很多的剂量 是穿过肿瘤 打在不需要接受到 放射线的位置 那直指治疗就不一样 是这条蓝绿色的线 直指治疗 因为它有点质量 所以它的特性是 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 会用一个低级量往前进 然后到某一个深度之后 它就可以释放出 它几乎所有的能量 然后就结束 停在这边 不会继续往前走 那这个特性呢 我们叫做布拉格风 是一个物理的特性 英文叫Black Peak 那这个布拉格风就很有意思 我们可以控制能量 那我就可以控制布拉格风的位置 那我如果把很多个布拉格风 不同能量的布拉格风 别起来 我们叫做布拉格风延展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能量的高台 那假设一个肿瘤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能量的高台 布拉格风延展 很漂亮的把肿瘤给包覆起来 那肿瘤的后面没有多余的剂量 前面有些剂量 但是相对于传统的光子 其实是大幅降低的 所以这个图其实就可以很 很明显的体现出质值的优势 就是我要治疗的肿瘤在这 相对于传统的放射线 我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剂量 那我每省下的剂量 其实就是省下不必要的 放射线的副作用 那所以藉由直指治疗 我们就有机会 有很好的疗效之余 降低很多过去不必要的副作用 那这个是直指治疗的设备 它很有意思 它其实有三个主要的结构 第一个是回旋加速器 这个就像直指治疗的心脏 直指机器的心脏一样 在这个加速器里面 我们会有直指的粒子跑出来 然后在里面一直旋转 一直旋转 增加它的能量跟速度 那当它这个速度抵达光速的 大概60到70% 就是我们需要的能量之后 我们就把它打出来 然后就经过这个射速传导系统 把这个高能量的直指呢 往前 然后打到我们需要的这个旋转机头 那我们的病人 就会躺在这个机头的里面 旁边这边 然后躺在那边 我们的肌头会自己把直指射速 导到病人身上 然后就可以做治疗 所以它整个概念 有点像这个图哦 就是我们的心脏回旋加速器 就像是一个人 他很高速的在甩动这个直指 那你一直甩 一直甩 越甩越快 它就加速到非常快的速度 然后等它能量跟速度够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甩出去 那甩出去之后呢 它就可以穿透人体 然后击中体内的肿瘤细胞 然后就在这边停下来 不会继续往前跑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机器的原理 那这是我们高雄常跟医院 实际上直指治疗的照片 那实际上的架构会像这样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回旋加速器 然后我们直指射速就经过这个电子 射速传导系统 然后打到三间治疗室的机头 那我们的病患就会躺在前面这边 它其实是一个机械手臂上面有个床板 病人只要躺在这个床板上 然后我们的机头会自己转到该有的角度 然后把直指射速引导出来 我们就可以做治疗 所以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机器 那所以这是我们高雄常跟医院的鸟看图 那可以看到为了放这台机器 其实我们盖了一栋新的大楼 那比较有趣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屋顶这边有三个绿色的方框 这个就是当初我们要把旋转机头 吊装放到我们的结构建筑里面的入口 那放完之后我们上面现在是一个空中花园 然后就把这个入口盖起来 就是目前的样貌 那这个是我们医院 王有名主任跟优活健康 他们合作有一个直指放射治疗的专栏 刚刚看到很多可爱的图 其实都是从这个专栏一起画出来的 所以欢迎大家如果对直指治疗有兴趣 可以扫描QR Code 去看这个专栏的一些 简短的介绍的文章 那就可以更深度的了解 这个有趣的治疗方式 那回来我们来讲我们的肝脏 肝脏在哪呢 肝脏其实在我们人体的腹腔的右上方 这是我们的人体的话呢 它会在右边 如果大家摸右边的肋骨啊 肋骨的下缘 在这个地方 所以肝脏大概就是在右边肋骨的中下缘的里面 就是我们的肝脏 那正常人的肝脏体积大概有1000到2000cc 大概就是我们体重的2% 那它的功能主要有解毒 制造胆汁 那管理我们的养分 然后还有一些代谢 那这个器官很有趣 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只需要大概三成到四成的肝脏体积 就足以应付平常日常生理的工作量 那所以很有意思 平常我们如果得到肝脏细胞癌 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治疗方式 就是我们传统治疗的三大金刚 第一个是肿瘤切除 我哪边这个很直观 就是我哪边有一个肝脏肿瘤 就把那一区的肝脏切除 那刚刚有提过 我们的肝脏只要剩个30%到40% 就够我们的生理使用 所以我把这一区切除剩下的只要够用 那我们就把这个肿瘤解除掉了 非常好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方式 我们叫射品烧着素 或是有些医院我们会叫电烧 它治疗的方式是 它会用一个探针 然后从体外打麻醉之后 把探针直接插到肿瘤的旁边 那这个尖端 我们会用射品的方式加热 那这边因为加高热 肿瘤就会坏死 那我们就可以把肿瘤治疗好 那射品烧着度相对于手术 它虽然是轻入型 但没有那么轻入型 我们只需要插一根针到肿瘤附近就可以 它一样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但当然它的限制是肿瘤不能太大 通常需要小于三公分 那位置也有一些限制 它不能长在一些很难处理的地方 最后一个很有趣的方式 我们叫肝脏移植 肝脏移植是一个 很特别的治疗方式 那首先我们会让病人 我们会把病人的肝脏整个摘除 那把肝脏摘除之后 肿瘤当然就不见了 然后再来我们会需要找一个 捐肝的人 那这个捐肝的人会把他肝脏 可能左边或右边切下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切下来肝脏 种回原本已经肝脏被摘除的病患身上 那我们会算好这一块种过来的肝脏的体积 那会算到说捐肝的人他体积够用 那被捐的人这一块也够他使用的一个状态 那很有意思我们的肝脏其实 比如说我要捐肝 我少了那一块肝脏 我剩下的肝脏其实久了之后 它会继续长大 它会再长回来 所以这样就达到双瘾 捐肝的人他肝脏慢慢的还会再长回来 那有癌症的病患呢 他接受这个肝 他也就解决了他肿脏的问题 那所以这是我们传统治疗 非常重要会治愈的三个治疗的武器 那很不幸虽然这三个治疗的方式 他效果非常好 但我们大部分癌症的病患 其实是不符合接受这些治疗的条件的 有可能他不适合麻醉 所以他没办法接受侵入性的治疗 有可能这个肿瘤的尺寸数量 或是位置不好处理 没办法用这三个方式 把它好好的处理下来 又或者是这个肿瘤侵犯到血管 或是淋巴 那太严重就没办法接受这三个方式来做治疗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放射治疗 与其质值治疗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部治疗的选项 我们来看这个图 其实我们只要把放射的剂量给足 那放射治疗可以提供超过80%的肿瘤控制率 是一个治疗效果相当好的治疗方式 但为什么过去传统上比较少肝癌的病患 做放射治疗 那最大的原因就是除了我们的肿瘤怕放射线 这种中低剂量扩散到旁边的肝脏 所以在达到很好的肿瘤控制率的同时 它并不会对病人的肝脏造成太大的负担 但传统的光脂治疗就不一样了 它会有很大的这个蓝色的面积 那这个其实就会造成肝脏细胞大范围的受损 所以如果我们把肿瘤治疗得很好 但却导致肝脏功能严重受损 肝脏不够用 这样我们病人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活下去 这样就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肢脂治疗最大的价值 就是相对于传统的放射线光脂治疗 我们现在除了达到优异的肿瘤控制率 我们可以保留很大面积的肝脏 然后不会伤害到病人的肝功能 那这个是临床的一些证据 就是我们过去曾经把肠根体系的肢脂 肝癌病患接受植子跟光脂的病人去做比较 那我们有把病人的条件啊 病人的疾病啊 病人的肝功能去做匹配 匹配后有发现植子的病人 其实治疗后的存活率是显著比光脂好的 那理由可以看右边这个图 右边这个直线是植子 左边是光脂 那可以看到每一个红色的点点 就是一个病人 他治疗后产生肝脏功能的效果 我们可以发现用直纸治疗 这个红点点的频率是显著的 比传统的光脂少很多 那因为肝脏功能没有显著的效果 当然治疗的利后就会比较好 那另外可以看到 纵轴是我们治疗的剂量 直纸治疗因为它不太会 影响到旁边的肝脏肢脂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病患 我们都可以给到相对稳定 又有效的治疗剂量 那光脂因为它特性比较难去掌控 所以常常会因为肿瘤太大啊 或者肿瘤位置不好 我们会需要做一些剂量上的妥协 剂量给不足 当然效果就会比较差 所以总结来说直纸治疗 因为剂量可以给的比较足 然后有比较少的肝脏副作用 所以最后就会有比较好的存活率 那我们高雄长根 其实过去肿瘤的控制率 针对肝奶大概可以有九成以上 那这边不是我们举世无双特别厉害 其实可以看到过去像美国几家重要的医院 或甚至日本他们发表的文献 其实直纸治疗只要好好的运用 都可以给肿瘤八到九成以上的疾病控制率 那直纸治疗很美丽的地方是在于 它不只效果好 它治疗过程其实还算轻松 我们在病人接受直纸治疗之前 要经过什么过程呢 首先我们会有一个潜质作用 叫做呼吸训练 因为我们的治疗过程是非侵入性的 那但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 其实肝脏是会随着我们呼吸起伏 它会移动 所以我们会需要有些方法去训练 去控制这个呼吸的误差 这样我们才能有高品质的放射治疗 那这个呼吸训练就是在完成这个环节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做一个模具 帮病人把姿势固定好 让他每天来治疗躺的时候 都可以舒服又稳定 那这些都完成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电脑断层 我们会需要这个电脑断层的资讯 让我们去计算放射线的衰减 然后再来我们会少一个核磁共振 核磁罩磁可以让我们知道 肿磁的范围 很清楚的知道肿磁范围 我们才能知道说放射线应该打到哪边 然后哪边我们应该保护下来 那接着就是治疗了 病人只需要像刚刚定位的时候一样 非侵入性不用麻醉 然后他舒服的就躺在我们的治疗台上 每天来躺40到60分钟 然后在我们医院的话 疗神大概根据肿瘤的状况 有可能是10个工作天 也就是两周 或是20个工作天 也就是一个月 我们就可以完成治疗 所以我们这个治疗 这病人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只要有办法躺在治疗台 床上稳定的维持 40到60分钟 我们就可以结束完成这个治疗 那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治疗的案例 那首先这个是刚刚有提过 这个治疗放射治疗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就是我们可以治疗肿瘤的同时 却不伤害到血管 所以这个案例我非常有印象 就是这一块是它的肿瘤 那白色的这个亮色的这个 这个腺的范围 其实就是病患的血管 可以看到这个肿瘤 其实它已经有侵犯到这个血管 这个地方就模糊 白色的腺脚不连续 那下面这个是我们接受了 直指放射治疗 红色就是我们剂量照射的区域 那右边是治疗后 我们追踪的印象 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个肿瘤消失了 肿瘤完全都被治疗好 第二个深色的这个范围呢 就是我们肝瘤被治疗过后 受到影响的区域 它就非常局限在我们照射的范围 没有扩散到旁边 不应该被影响到的肝瘤 那第三个是这个血管 可以看到治疗后 肿瘤好 这个血管是完全完好五缺的 比如说放射线 并不会伤害到血管 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 可以治疗很多过去 不能处理的病患 那第二个要提的这个病患 它是一个57岁的男性 它有个10公分的肝瘤的肿瘤在这里 然后有侵犯到右边的肝门经脉 那过去有侵犯到这个 主干道肝门经脉的病患 如果没有接受治疗 中位数的存活率其实是不到半年 那很幸运这个病人 他在治疗后九个月 我们可以看到肿瘤是完全消失 那这个AFP是我们肝癌会看的癌子数 那他一开始的数值是三万多 那治疗后就叫闹三 在台湾我们用的单位 基本上小于10就回到正常人的范围 所以那病人从诊断到现在已经 将近两年 其实他还是无病存活 就是他现在身上没有任何的肿瘤 不需要接受任何的治疗 那就进行追踪 那所以这是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案例 就是一个原本抑后很差的病 经过治疗之后 现在是可以完全是康复的 那第三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101岁的伯伯 那他是我们目前高雄长根 治治治治疗中心 治疗过年纪最年长的一个病患 即便101岁 那他在去年呢 就发现他左肝这边 有多颗复发的肝脏的肿瘤 那一样我们做了一个直指治疗 可以发现治疗后八个月 这个肿的几乎都不减了 那病人其实现在也是没有任何的 疾病的骚扰 然后可以过他安详的 安稳的退休生活 那再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是 这个是个61岁的男性 有一个很大很大 20公分大的肝癌在右边 那他还有一颗小的在附近 那这个读看不出来 那一开始他其实是想接受 手术切除的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过 手术切除是 效果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方式 但他遇到一个问题是 他左边肝脏这一块 那时候我们计算体积 只有300多cc不够用 那所以后来呢 他就做了一个直指治疗 直指治疗相对于手术的优势在 我们可以治疗肝脏细胞 然后他下面的这块 我们是可以保留下来 不像手术需要整个移除 所以我们这样治疗过后 可以发现才过两个礼拜 肝脏就大幅的肿瘤 有在大幅的坏死 那除此之外很惊喜的是 他左肝在治疗过后 其实慢慢的就 体积有变大 变成600多cc 所以治疗后 他就从一个不能手术的状态 变成可以接受手术的状态 那后续他也接受了手术的切除 那至今过了两年 他也是好好的 那下面这是另外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男性 然后他一样有个肿瘤 吃到又变得肝脏进来 那过去这一样是个非常棘手的状况 接受直指治疗 八个以后可以发现 他整个肿瘤是消失的 原本吃到血管的部分呢 也完全回复 那他就来我们医院询问 能不能接受肝脏移植 那这是个很特别的状况 因为传统上只要吃到血管 基本上是肝脏移植的绝对禁忌症 因为你只要吃到血管 你再去做肝脏移植你就有非常高的风险 会复发 因为我们会怕肿瘤就从这个血管 就侵犯到身体上其他的位置 那很幸运的是他其实 治疗后效果很好 那我们观察了两百多天 也没有其他的病灶跑出来 所以后来他就接受了肝脏移植 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肝脏移植后 我们就会取到整个肝脏的组织 那白色这个就是我们支持治疗后 影响到肝脏的区域 那右边这些黄色比较深色的位置 就是他原本没有受到影响的肝脏 那我们在病理报告上 是找不到任何残存的重点的 治疗非常的成功 那病人也是到现在 确诊后超过两年 那没有任何的疾病 产生是属于一个痊愈的状态 所以这两个例子就是 我们把一个原本不能接受手术 不能接受肝脏移植的病患 经过自治治疗之后 他就有机会可以接受 如果治疗成功 他就有机会可以接受这个 有机会全力的治疗 然后就有更好的运功 那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例子 是我们第一个治疗直指过 直指治疗过后去接受肝脏移植的病人 那这个肝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鉴定 因为它有点像是我们的期末考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直指治疗 有影响到的趋势深色的 那跟浅色的范围 没有影响到区的范围 其实这个边界是非常锐利的 这个可以完整体现 我们直指治疗的优势 就是该影响的地方就会影响到 不该影响到一方就不会影响到 那另外我们当初 其实是希望我们的射线 可以停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白色 这个是我们的肝门静脉的血管 我们是希望射出不要影响到 肝门静脉的主干道 因为我们换完肝之后 并且那个地方是需要接受缝合的 那可以看到取下来的肝 到我们的治疗真的就是停在这个 我们想要停的位置 没有影响到其他不该影响到的地方 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振奋的结果 它告诉我们 在现在的科技的进步的帮忙之下 我们如果好好的治疗 其实即便是非侵入性的放射线 我们是可以把治疗 精准度做得非常的好 哪边该受到影响就该受到影响 哪边不该就不会受到影响 那所以最后哪些肝癌的患者 是可以评估做直指治疗的呢 基本上你只要经过评估 适合接受光子治疗 那你就一定也可以接受直指治疗 那还会有更少的副作用 更好的预厚 那再来是如果你是早期的肝癌 但是经过评估过后 因为其他因素不适合接受手术 或是射品消融术 那直指治疗会是一个 治愈性的替代方案 那另外就是你如果有潜力 或有医院接受肝脏移植 或是手术切疏 但是当下的状况 却因为疾病太严重而不允许 那有机会经过直指的治疗后 我们把它降齐 让严重度降低 那你之后就有接受 有机会可以接受这些治疗 有更好的预厚 那最后是如果这个疾病比较严重 有侵犯到血管或是淋巴转移 那除了传统我们医院会建议的 药物治疗之外 我们如果并用直指治疗 其实是有机会达到更好的疗效 那这是我们直指放射治疗中心的 报道柜台 那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角度 我就是会觉得我们 病人其实得到癌症是非常苦闷的 那我们来治疗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环境 柔软一点 不要冷冰冰的让病人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那最后这是我的最后一张简报 是我的建议 就是直指治疗的疗程其实并不困难 你只要可以稳定的平躺在我们的 治疗台上 每天可以维持30到60分钟 其实你就有条件可以接受这个治疗 那相对于传统的放射治疗 直指治疗其实可以大幅降低肝脏的副作用 那就有机会可以提升病患的存活 那直指治疗其实是治疗肝癌很好的武器 我们现在其实有这个武器之后 可以帮助到许多过去可能接近 就是要放弃治疗的患者 那再来就是直指治疗是可以合并 其他治疗很大使用的 我们有机会治愈过去无法治愈的病患 好就谢谢大家的聆听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们非常谢谢 谢谢来自台湾高雄医院 高雄长根医院 我们的这个正人幼医师 也是主任 来给我们做今天这样开讲 让我们来了解 就是肝癌在直指治疗这个部分 对我们大家的帮助 好 那我们非常感谢 感谢台湾高雄长根医院 那我们在9月10月份 我们还会继续 有台湾高雄长根医院的医师 来给我们做分享 谈这个脸部歪斜跟咬合不正 可以怎么样利用三维立体的 列印技术来帮忙矫正 那也有医师会来跟我们分享 社护腺癌的全方位整合性治疗 再一次谢谢高雄长根医院的 这个医师们 特别今天 郑主任给我们播出 他宝贵的时间 来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好 那我们在下星期一 我们还是一样 继续会有我们的居家改造课 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六 每个早上9点半到10点半 我们都会有老爸老妈的公益课 星期一我们继续来跟着建筑师 Alan正宇能建筑师 我们来跟着老师来了解 我们长辈安乐窝的改造 到底在阶梯设计方面 我们还可以怎样的来关注跟改造 让我们大家可以生活得更舒适 下星期一同样的时间9点半 我们再继续跟进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边 这个面子书的直播 我们再一次谢谢面子书的朋友 也谢谢就是开提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谢谢新周日报一事例的面子书联合直播 还有就是新纪元热灵意管理学的联合直播 以及很多个人面子书 比如梅子老师还有很多我们老爸老妈 面子书的转发 让今天这场讲座可以的这个资讯 可以流传的更远 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能够学习 让我们大家一起活到老学到老 学到老活到老 好谢谢再一次谢谢 郑医师 好我们现在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 我们要进入中将堂的交流时光 谢谢大家